單單是計商業部份的樓面面積 足足有差不多300萬呎 而如果你想選擇乘地鐵過來這裡的話 其實有四個站都是比較鄰近這個商場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福田區最大的商場 卓越中心這裡 講講這個商場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沒錯 雖然這個商場已經開了兩年多 而且我亦都前前學學來過這個商場 拍過這裡的餐廳好幾次 但其實我到今時今日都還未出過一段片 來跟大家介紹過這個商場 加上由於這個商場其實在疫情之前 沒有幾久才開業 因此其實有很多香港人都從來未來過這個商場 所以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朋友想我拍片 介紹一下這裡 現在就帶大家來走一走這個商場 Let's go 這個翠月中心究竟有多大呢 單單是計商業部分的樓面面積 足足有差不多300萬呎 而如果你想選擇乘地鐵過來這裡的話 其實有四個站都是比較鄰近這個商場 分別是匯展中心 市民中心 江夏 和江夏北斬 四個站距離這個商場 大約都只是5-10分鐘的路程 加上它為處福田的最核心的區域 因此地理位置絕對是非常之優越的 而四個地鐵站之中 最靠近的是江夏站 遲些江夏站B出口還會有一條通道 是可以直接通到來 這個商場的B1那一層 雖然這條通道到所今時今日都還未起好 不過我就見到工程應該都是完成得七七八八的了 本身地面挖開的路都已經鋪好 相信開通的日子應該都不會太久 而現在大家是可以由匯展中心 至到江夏站的那一段連城新天地 其中的九號出口出來 出到來之後就到卓越中心的地面大門口 當然如果你不想日曬雨淋的話 你還可以選擇由匯展中心站的A出口 旁邊的連城新天地走入區 走到去我以前教大家去卓越In Town的那個四號出口 對面的三號出口 這裡是有一個叫做黃庭中心的門口 穿過黃庭中心 去到第一個路口轉左 再一直向前走 走到盡頭大家就會見到一間超級市場 旁邊就會寫著卓越中心這四個帶子 穿過這個超級市場 走到差不多最多 轉右 再向前走多一會 就進到這個卓越中心的了 由於整個商場是比較大 為了方便的人走 整個商場可以分為三個區域 分別是西區 東區 和北區 先帶大家走一走 我剛才說穿過超級市場之後 來到的這個西區 西區其實是只有室內部分的商場 連地牢的那兩層 足足有七層樓高 那麼這個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不好意思 老實說 真是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加上這裡的店舖 其實跟深圳其他商場的店舖 是大同小異的 沒什麼太大分別 而且這一邊都是以一些零售店舖為主 相信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沒什麼太大吸引力 我想比較特別的店舖有三間 第一就是這裡的那一間戲院 它的戲院軟線是來自韓國 在大陸我覺得算是做得比較好的CGV 第二就是我剛才教大家 由會展中心走過來 都有經過過的那一間 進口超級市場 這間超級市場其實是屬於華潤旗下 定位就有點像香港的City Super 裡面是會有賣很多 你在其他超級市場上 比較難見得到的產品 雖然這間店 我想普通香港人應該沒什麼興趣 走過來光顧 但是對於我這些暫時在深圳生活 但又沒得隨時隨地回到香港的香港人 如果想買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的話 很多時候都只能夠來到這間超級市場 而卓越中心的這間我 在深圳來說也算是一間比較大間的分店 而第三就是這裡是一間幾大間 有三層樓高的室內兒童遊樂場 這間甚至號稱是室內版的迪士尼 到底裡面的東西是不是真的這麼正 這麼多東西要玩 由於小弟就已經超齡了 所以就沒辦法進去幫大家補正 但是我每次經過門口的時候 都發現門口肯定會有很多家長在等小朋友玩完出來 那段股裡面的東西 差極都有個限度吧 接著我帶大家來到東區這一邊 東區這一邊其實是一個半露天的商場 連地露兩層總共有五層樓高 而最大的特點就是這裡幾乎所有店都是餐廳 絕對是一座美食城 而我之前在這裡都拍過不少餐廳的 譬如有整個裝修是做到好像一間酒吧那樣 那部分配料都是現場handmade的茶飲店 阿媽手作 也由於這裡真心是夠多餐廳 因此有一段時候我在惠展中心附近一帶走 肚餓想找東西吃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選翠越中心的這個東區找東西吃 最後就來到北區了 北區其實是最遲開幕的那一個區 在早幾個月才開幕 亦都是三個區之中最小的那一個區 連地露的那一層就只有四層樓高 而且每一層都不是很大 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得完 而這個區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好幾間算滿賣潮流玩物的店鋪 還有都有不少網紅咖啡店 如果喜歡喝咖啡的話 來這個區就適合了 作為一個深圳的商場 不少得的當然還有戶外的部分 在東區和西區之間 和北區的東面 有一條據說有800米長的中央大街 街的左右兩邊是開滿了一些化妝品 以及潮流服飾的品牌旗艦店 亦由於這條街夠長 劍斜夠寬落 是福田核心商業區這一帶 難得一見是一塊比較大的空地 因此除了吸引到一些人 有空沒事就走過來走一下 或者坐下之外 這裏其實都是一塊 很適合舉辦各式各樣活動的地方 以往都有不少雜事 在這裏舉行 譬如今個五一勞動之家旗 本身就是一個 以咖啡做主題 以及賣二手手袋的雜事 在這裏舉行 但由於這幾天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之前就下了好幾日雨 因此商場就將這兩個雜事 都移私了去 商場的室內部份繼續舉行 雖然卓越中心是現在福田區最大 兼且應該是最有看頭的一個商場 但也都老實說 這一個商場不算搞得特別好 假如你平一過來 就會發現 整個商場幾乎拍了烏鷹 水淨鵝飛 而這裏雖然開了兩年多 但其實有不少泡位 仍然都是吊空著的 吊空得最厲害的 我想就是東區 整層三樓是完全封住了 就連上去的扶手電梯 到今時今日都仍然還未起 始終整個商場這麼大 銷租比較困難 我想都是有少許合理的 但是整個商場之所以會搞得這麼一般 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都是這個商場的經營團隊 實力不是比較強勁 它其實是由三間地產公司 卓越、金地和大伯會一起來經營 這三間公司雖然在房地產界 實力是比較雄厚 但在營運商場方面的經驗 始終都不足夠 三間公司之中 最有營運商場經驗的 我想就是卓越集團 但是它以往搞開的商場 都是屬於比較中型的商場 未試過搞過一個 好像卓越中心這麼大的商場 而又話說卓越中心當初規劃的時候 是有非常之大的紅心裝置 是想著將中間的一條中央大街 整到好像紐約的第五大道 巴黎的香謝麗社大道 或者東京的銀座 左右兩邊是要開滿了一些 奢侈品品牌的店 但是奈何這三間公司都不是華潤 在營運商場方面 始終沒有華潤這麼大名氣 那些奢侈品品牌 當然沒有興趣 走過來這裡開店 不過也都老實說 由於深圳太過靠近香港和澳門 絕大部份深圳人都沒有興趣在深圳買這些奢侈品 這些奢侈品品牌都沒有興趣在深圳開店 因此縱觀深圳這麼多商場之中 就只有華潤旗下的晚將城 是有開到這些店舖的 所以要在現實生活之中 看到當初規劃的那一條中央大街 我想是有非常之高的難度 好了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以往拍的一些位於福田區 在疫情之前很受香港人歡迎的商場 在疫情之後到底有什麼變化的影片的話 在Youtube的朋友仔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